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年的一种奇怪的感觉 你像今年咱们一起来大开杀戒 1月1号我们讲自杀 2号我们讲绞死撒旦武 今天还是死 我觉得这没什么 我这辈子最关心的就是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让孔子说 为之生焉之死 我恰好反过来 我觉得为之死焉之生 当然你也没办法知道 所以说尊严会什么 这是活着的人 而且咱也不能给新年增加不吉利 我得说北京一场大雪 把旧年死的人都盖住了 媒体上有一句关于萨达姆的评论 不偏不倚不忠 不左不右 我觉得最好 他说当2007年来到的时候 萨达姆已然成为了一个历史人物 这句话 已经是历史了 不光萨达姆 你知道博客上还有人写挺有意思 说这个2007的新年 实际上是两位作家的死亡 一位是萨达姆 萨达姆写小说吗 对 再有一个邱兴华 扎笔八花园 邱兴华在牢里也写书 邱兴华在临行前 知道最担心什么事吗 稿子不能够出版 不是 跟你们俩的担心差不多 担心自己的书销量会不好 邱兴华 就说是两个萨达姆也是写小说 就是说1月1号死刑复合全部收归最高法院了吗 我说收归国有收归最高法院 所以各地买乒乓乓乓乓 枪毙一大轮 你看看这个照片 像湖南诸州 我记得就一下毙了7个 还有一个你知道你看 这个死刑犯上车 怎么呢 腿都软了 腿都软 这么抬下去 往往执行死刑的经常会什么呢 必须要把你这个两个膝盖扎住 为什么 大小便失禁 你有空 所以很多人谈论 就说是死刑的这个问题 老在说什么呢 说一个人准备迎接死亡的这段时间 哎呀 我记得我报道过一个犯人 在几个月的时间里 你想他上诉 行不行 心里又有点希望 但是又不敢让自己有希望 几个月下来 愁白头啊 头发白了 头你说这个 我是 我对死亡是 最近我就思考的宗教 所谓的宗教问题 撒达姆问题 不是这个撒达姆问题 衍生过来 你看我们说宗教 其实一直在解决 所谓的信仰问题 后来我发现不完全是 宗教解决的是人生命的大限 人对生命的恐惧 所以所有的宗教都会设定一个概念 有个彼岸 就是你现实做的事情 你在彼岸是会有回报的 你现实做善事 你彼岸你就得到一个好的升华 你现实做的恶事 在彼岸中 在天国上你要受惩罚 就是宗教它一直解决死亡恐惧的问题 你刚才一直在讲 这个事件对你 咱们两个产生不同的 对死亡产生不同的意义 这也不一样 我是对死亡本身 我会有一份更加的珍惜 你是不惧死亡 对 你是觉得更加珍惜生命 但是我看见这种当众行刑的画面之后 我的感觉就是生命如粪土 没什么了不起 人就是这么回事 活个几十年 最后就是行尸走肉 那么毫无表情的一个 我觉得可怕就可怕在这里 一旦人们对死亡是死于这种态度的话 他对他人的生命 也会放弃你的怜悯之心 咱们说宗教上讲的悲悯之心 这就是我们现在大量产生的很多那种 无名其妙的犯罪案子 两句话 不对了 我刀子拔出来 一刀子给你捅了 就是他在这一刀子过程中 是我们所受的教育里面 没有对生命去尊重 没有尊重生命 这才会有没有禁忌的 刀子拿出来 就来了 就来了这一个 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叫正心什么 不是这个 邱清华 邱清华 而且现在我发现有大量的犯罪案子 还出现了一个问题 跟沙拉姆有点像 你看我就讲这个邱清华 邱清华为什么杀人 他道理很一样 因为那个刀子摸了我老婆的屁股 就是他在杀人 你这作家编的吧 跟我老婆有一腿 有一腿 摸了屁股了吗 摸了屁股 我看到他摸了他的屁股 而且在这一个里面 他出现了什么 就是你突然发现很多罪犯 就杀人犯 他是好像他带有一定的正义的冲动 所以他就有个正义的冲突在支撑着他 他给自己的杀人找到了正义的理由 这个正义要打当以后 就像沙拉姆 他在临死前 他说我做的一切是为了伊拉克 他给自己找到了一个正义的理由 这就使这个所有的这个 就这些暴力 就是暴力行为 突然变得扑朔迷离了 就是你不知道从哪个角度去看他的 没错 所以我今天一直在谈死刑和生命的问题 您两位对刚刚谈到萨达姆 你产生两个 一个是争计生命 一个是生 是生命如粪土 我是我记得我 我小时候三岁读《红楼梦》的时候 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两句话 两位一定记得 其中妙玉说 自古以来最好的两句诗是 纵有千年铁门槛 终需一个土馒头 每个人的结局都是一样的 是不是 不管你浑浑饿的过了这些 还是像您这样 文涛大哥这样来回来去的 把思考死亡当菜食每天 没错 最终结局是一样 关键我们今天的议题是 有没有权利去剥夺他人的生命 你的生命应该是怎样 由你自己的指缝当中 通过岁月流走 无极而终结好 自然死亡死在你家床上 还是被一颗子弹 或者一根绳索给剥夺去 谁有这个权利 我现在 剥夺你的生命 是自己还是他人 你提的这些问题 现在有的反对死刑的学者 就是这么说 他说 好比说 其实他讲的 我觉得是比较人权国家的那种 就好比说 我们人民 选出来一个政府 对吧 那么我们 会把一些权利 让给这个政府 交给这个政府 就是人民的选择 我们信任他 对 可是 人民的选择里边 包含不包含 授权给政府 可以允许他 剥夺我们当中一个人的生命 这就是反对死刑的人 他会觉得这个很有问题 我再举个例子 我也是在报上看到 武汉还是南京 曾经发生一个命案 就是一个罪犯 杀死了当时在当地的 外国的一个投资商 然后当地公安法院很快审理 就这个人被判死刑了 也是他的家属 出现在法院 坚决要求留下生命 法官就给他说 说我们必须杀了他 因为他威胁到你们的安全 我们是为了你们安全着想 你知道他怎么回答吗 我不需要安全 我需要留住生命 这是西方人 关于生命的理解 就是他是做了 他是欠条人命 他把人 毁灭了一个活生生的人 但是你用同样的方法 就是我讲萨达姆的时候说的 就是惩罚未必能恢复正义 反正从萨达姆 现在死后的这个感觉 伊拉克这确实是 激了光荡的 又自杀式炸弹 更暴力 而且美军死伤人数 现在3000 就更高 所以现在美国杂志上 都出来一句话 说小布什不是老爱口误 瞎说 最近就传出小布什说一句话 新闻发布会上 说我们对伊拉克作战 是吧 我们是如此快速的取得了成功 以至于那些敌人 本来应该投降 或者说被消灭 但是他们却逃跑了 并在以后的日子里 继续跟我们作战 小布什 不知道说 想不能说 说乱了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你知道那天就在我们这 有一从美国回来的犯罪学家 他就给我拉着我 他说 我特别想跟你谈谈什么问题 和暴力问题 他说 我怎么回到中国 我觉得中国人 当然他可能在网上看到的 他怎么心里血腥 那种暴力的成分 比如说 你们俩作家吵架 上来出来的词 千刀万剐 我恨不能生吃其肉 活剥了他的皮 杀气腾腾 而且是真的 你比如说 你看我手头就有一香港报纸的新闻 陕西年轻农民 跟未婚妻 正在果园里做事 一句戏言 吵了架 说到回家 未婚妻说我不回去 我不回去 你给我吵架 一手薅着脖子 两个钢鸡 把未婚妻俩眼球给挖出来 你说这个 他就是你说的那种 对别人的生命 身体 没有怜悯 前两天广东 你知道吗 一人 借钱 我给你们家借钱 是吗 你不借给我 第二天拿着刀 把你们家一家五口 全杀光 所以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前 是一直在批判 所谓的西方资本主义的人道主义 可我恰恰认为 在咱们国内 人道主义教育是远远不够的 比如我就在想 很早以前 那个时候听的是没感觉 今天是萨达姆事件 出事 我想 就说在香港的法律 你买了鸡 你把鸡倒拎的 你算是违法 是要罚款的 这个小法律 看起来是对鸡的一个虐待 可是你要知道 它是让法律细致到了 让你去珍惜 从人到动物的生命 没错 它把法律具体落实到的 就是你当你触及到 关于生命这个概念的时候 你在 你对它一定要有尊重 没错 没错 我们这个社会 现在就是对鸡不尊重 太恐怖 也说起来很奇怪 我的今年的岁末 是在陕西度过的 在西安 秋星华也是陕西的 我俩不认识 然后我在那边 也是在西安 看到了萨达姆的那个画面 所以似乎是交错着时空 你知道和空间和时间 他们两个还有相同 他们两个还有一个相同在哪 秋星华如果是今年不必 如果去年不必的话 今年按照新的法律 就是我特别同意 这个现在咱们最高检 就是要把这个高 收归最高法院 这是对生命的尊重的 第一步开始 萨达姆是到了今年 4月多少号是他的生日 按照他们当地的法律 其实是就不能判死刑了 都在抢先执行这个 这个死刑 这就耐人寻味了 而且有一个事情 我才第一次知道 比较中国和美国的法律 我们关于秋星华这案件 里面有一个核心 就是关于精神 精神病的鉴定 后来没有能够对他 原来我在我国的法律当中 法院可以不采纳 辩护律师提出的要求 对可以采纳 也可以不采纳 在美国那是必须要做的 原来在我国的法律当中 你知道吗 没有 这是法律程序的一部分 可以不采纳 这个我觉得 可以不去做 那个深圳 精神法医学鉴定的专家 就说了 说假如秋星华是精神病的话 他说 那么你说他杀人偿命 是吧 但是我怀疑一个精神病人 他临死的时候 能不能感觉到被报应的痛楚 咋的痛楚 我看了他这个话 我就又看秋星华 当然他是不是精神病 咱不知道 对吧 我就看他 就是说 笑呵呵的 他这个 我不知道秋星华是怎么面对死 在核摊上不是给毙了吗 然后在法庭上 笑么嘚嘚就说了七个字 你就感觉 就是说秋星华 有 就是说一个字 是吧 然后说 听清了吗 听清了 然后压出去的时候 有个记者站起来 我发现跟追明星似的 哎秋星华你后悔吗 哗 这下连法警都撒了手了 大家都静着 听清了话 怎么说清了话 不后悔 七个字 问题就在这里 就是你在追踪这个案子的时候 就我刚才讲的 就是他在骨子里认为 他做了一个 对他来说是对的事 因为你玷污了我老婆 你污了我的老婆 所以你该死 这就是 今天我们发生了很多 就是我们说国内 现在发生了很多暴力事件 你去追踪他的背后 你都会发现 就是他们有一个基本的信念 就是你这个人该死 所以我要把你杀了 除了冲动杀人 有些冲动杀人 这里 你想咱有的时候 夫妻吵架 你们这做老婆的都让我们该死 你想 邱金华这个案子 还有一个就是 如果不杀 按照我们中国过去的 公布的死刑犯的判决书 都有一句话 就是不杀 不足以平民愤 但是不杀 不足以平民愤 这个字里面 其次无形中 已经对法律本身的定义 他已经开始在背离了 因为你是根据民愤 而不是根据法律 我说的这种暴力 你说的这个暴力心理 存在于正常人的领域 对 王老师 你刚才举很多 那是罪犯的例子 我给你举一些 咱们有标语为证 就中国国道上 各个都有标语 我跟你说 这些标语里 你看 你不就弄一计划生育吗 但是某农村的标语 能引的引出来 能流的流出来 坚决不能生下来 然后呢 江苏农村多处可见 宁可血流成河 不准超生一个 血流成河 不准超生一个 然后呢 还有一个路上更狠 一胎还 二胎炸 三胎四胎 杀杀杀 这杀杀杀吗 还有那个 有的地方计划生育 阻力比较大吗 有的有个别的 就还会出现自杀 这种现象 你知道在村里 写什么标语呢 喝药不夺评 上吊就给行 这种 这种 还有归还农业贷款的标语 叫人死债不赖 负债子来还 人死债不赖 负债子来还 还有一个什么呢 说是在哪啊 车窗外闪过如下标语 坚决打击调脚金 就是当地有调脚金的罪案 坚决打击调脚金 还有什么 人家说评为超强标语大奖的 说是什么 不怕死的就来我们38里铺作案 你说这些标语里边 你说你是不是能看出 我有一个朋友 一种那种血腥暴力的色彩 对 我有一朋友语言学家 他曾经跟我们说过 如果把中国 这几十年以来的这个刷在桥上的标语 全部集结起来一本书的话 这简直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 而且这是一个历史书 历史书 这个我觉得他现在 你还没说有趣的什么 可以反映这几十年中国历史的一切 政策 心态 心理 甚至是文学 我跟你讲 我是有一段时间和朋友们一块 就是八十年代研究文学的时候 我们都注意到一个共同现象 我们就讲我们毛主席的语言 你在毛主席的很多著作里 你会发现他会使用大量的军事语言 军事语言就是暴力语言 战无不胜 功无不克 什么斗争 什么革命 就那时像大量的语言的出现之后 你要知道语言和人的关系 它是个特别奇妙的关系 就人实际上在思考是被语言支配的 他是暗中支配你 当大量的革命语言 不断的充斥在所有的 你所生存的空间中的时候 你个人的那种战斗性 你所谓的革命性 这革命性咱们说暴力 属于革命性的一部分 咱们革命本身也是一种暴力的行为 只是我们是正义的暴力 但是暴力有很多行为 但是这个语言 诉讼你管关之后 你大量的被接受了 潜在意识被接受了之后 就像你穿的就是一身血 你知道吗 但是我研究毛主席的 学习毛主席语言 是从另一个角度学习 我觉得毛主席这个语言 是活的语言 为什么他叫党八股 你觉得他是最幽默的人 我决定比方他说 美国他也不是猴 只老虎 他不是他是圆 圆还没有进化好 但是比猴进化的好 尾巴短了点 包括你比如说 只有他能开那个玩笑 比如跟机型格聊天 哎呀 机型格博士 听说你最近不行了 那在座的女同志可都不高兴了 他他是最幽默的 我原来是 我又想到什么呢 就他这个活的语言 有时候你会看 周围的人说话都非常严谨 对吧 但是他就 所以我有 我听相声演员就说过 就比如说 你说这个人幽默 幽默里边有等级关系 当然 幽默是领导的权利 你比如你下属 你敢跟领导幽默 而领导说的话 即便不幽默 但是领导只要随便说个 表示幽默的意思 周围人就哈哈大笑 你有没有注意 当年大不列颠帝国的时候 英国人最幽默 后来英国家道 中落了之后 美国人发达了 现在是美式幽默 在中国 真正具有幽默感的是北京人 为什么 黄城根下的子民比人优越 所以幽默是要有优越感的 对 而且 他一旦有了优越 他心态放松了 毛泽东是什么 毛泽东他自己说 就是和善打善无法无天 对 这也是他活的语言 这都是我应该学习的 我元旦的时候收条短信 说什么 主席对元旦也有 我真非常惊讶于 他真的是管的事 是非常宽的 事无巨细 他说新年 过新年 就是资产阶级的那些东西 无非就是拱拱手 问身好 至于送红包 那就是更是腐朽的 资产阶级那一套 我们是不足取的 详见毛主席语录 毛主席选集第四卷 第134页 这是研究毛主席 有体会了 幽默也是要有权利的 对吧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咱这又说远了 说毛主席下来 咱就还是说死刑 我就说这个死刑 你比如说像 他就会因为 看了一个萨达姆问调 改变了对死刑的看法 对 我就不主张死刑 原来你是主张的主 对 我原来是主张 我原来跟你观点一样 就是这个人杀了别人 就是你牙还牙 你剥夺了别人神秘 别人也有权剥夺你的神秘 所以我最近研究旧约和新约 我发现还是有不同 你看看犹太人过去 犹太人是讲究一眼还眼的 是吧 但是你看到了耶稣 就开始说打你右脸 把左脸也钱给他 接下来还有一句话 有人硬托着你要走一里地 硬托着你要走一里地 你就陪着他走两里地 这是耶稣说的 不是 我是说还有一个死刑 现在就是有反对死刑的人 学者在提 还提出一个现象 就是怕判错 因为历史 我们经常会看到 过去的很多东西 全颠倒过来 严打的时候 经常判错了很多事 对 你包括 对 就像判错 包括你看前些年 现在法治是进步了 前些年你知道 还有些很奇怪的心理 比如说云南那边 所以警察 说他杀了他老婆 杀了他老婆 当时呢 就是高级法院 复查这个事 觉得证据不足 但那个时候啊 你知道吗 法治观念还比较落后的时候 就说 那这个遗罪应该从无啊 那不从无 说反正也证据不足 但是呢 最后救了他命 还真得感谢这个 就是说 那咱就遗罪从轻吧 判他个死缓 留了他一条命 结果发现还不 真凶出来了 就不是他杀的 竟有这事吗 可是当年 当年我们严打的时候 是对死刑是有指标的 就是要求你惩治 就是剥夺生命多少人的 就跟反右那时候 对 这是有指标的 至于你刚才讲的这个事 我觉得不是什么 法治不健全什么 还是落到根上 就是对生命的不尊重 你看 在西方这个社会 因为他的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 他为什么对死刑 这个事 有的是取消死刑 即使有死刑的时候 一旦要判这个人死刑了 他要高度慎重 为什么 是一个生命 是一个活脱脱的生命 我跟你讲 你就说这个 我那天看了一个真不像话 在哪个省进行一个展览 蝴蝶 几十万种蝴蝶 是全世界漂亮的蝴蝶 跟那个游客们说 因为你就可以直接不用隔着看 可以真的看 服务给你们 被弄死 你们不要捏他翅膀 最后好家伙 那几十万只蝴蝶 鸡飞狗跳 给这些人们掐死 弄死弄 那乱七八糟 你说这个生命 你还是甭说人了 再说到人 尽管有冤假错案 但是我似乎还没有准备好 说完全接受 我像废除死刑 有很多东西说杀人 偿命这些东西 像邱新华 他杀了十一个人 那十一个人 他们的家属 他们的感觉 我们也换位思考 在他们的话 所以我 我可能需要更大的刺激 才能让我像王老师一样的 希望能够废除死刑 不过我在这 有一个非常奇异的联想 刚才说到宗教 你知道 在您说到该死 那些人 因为邱新华认为 他们这些人就是该死 这是他杀人的一个理论 你知道阿拉伯的古兰经当中 有一个说 该死的就该死 该生的就该生 那怀疑邱新华前世 是不是一个阿拉伯人 这前世了 这个当然死刑 现在在中国 不可能的 肯定还是要有死刑 阿拉伯人 阿拉伯人